1965年,窝居台湾一余的蒋介石,也许是因为过分思念故乡,竟然主动联系到了共产党,表达了自己想要回大陆的心愿。 当时蒋介石向毛泽东提出了六个条件,宽容大度的毛泽东全部答应,可最后蒋介石也没能回到大陆。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? 自1949年拜逃台湾,蒋介石就一直想要反攻大陆,并且频繁在海岸线挑起战事。 朝鲜战争爆发后,蒋介石更是勾结美国人,想要趁机给毛主席致命一击。 只可惜理想很丰满,现实很骨感,蒋介石的雄心壮志最终还是未能实现。 反攻仪式就这样推迟了下去,等到1965年,蒋介石不仅没了反攻的心思,甚至还想回到大陆。 只因为李宗仁在这一年回到了大陆,作为国民党,曾经的二把兽李宗仁不仅没有遭到共产党迫害,反而还得到了毛主席的盛情招待。 蒋介石知道后感慨颇多,如果大陆如此大度,那自己是不是也有可能回到故乡奉化西口? 这一年七月,蒋介石秘密会见了曹巨人。 在很多人眼里,曹巨人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记者,其实他在国共两党,都有很多朋友,周温来蒋经国都与他私交颇深。 最重要的是,曹巨人本身是个民主人士,由他出任国共两党之间的。 和平信使最合适不过了,当时曹巨人带来了毛泽东亲笔写下的林江仙, 里面承载着毛泽东对祖国统一满满的期盼。 蒋介石看到后,也非常够意思,明确地表示自己想要回归大陆, 希望毛泽东可以同意自己的六个条件,如果答应他就愿意回到大陆。 从如今看来,这六个条件虽然有些刁钻,但是和台湾回归祖国相比,根本算不得什么。 蒋介石回到大陆后,仍然出任名义上的国民党总裁,蒋经国出任台湾省长, 保留除军事和外交以外的所有权利,台湾不能接受。 美国任何军事和经济援助,台湾的海军和空军要受到北京控制, 厦门和金门合并,台湾当局所有的官员,级别待遇都不变, 保障他们的个人生活。毛主席在得知,蒋介石的六个条件后,笑了笑说道, 这个老蒋还是很聪明的吗?随后,毛泽东就将这六个条件,全部都答应了下来。 中共中央还十分热心的,推荐蒋介石在庐山修建住所和办公场地。 毫不夸张地说,此时的蒋介石距离,回归大陆只剩最后一步, 然而就是这最后一步,却让他反悔了。最主要的原因是, 后来大陆的形势,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 再加上蒋介石本身,就是一个优柔寡断,出尔反尔的人。 最终回归大陆一事被搁浅,直到蒋介石弥留之际, 都未能实现回到家乡的愿望。蒋家后人也一直, 以送蒋介石灵鹫回乡为己任,只可惜这么多年始终未能实现。 最终蒋家王朝也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。